穿着印着国旗的白梯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出席国民党国庆典礼 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这场选举它不只是地方的选举 更攸关未来我们的国家 中华民国能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一走连两个升旗 下午还有双十音乐会 蒋万安行程紧抓国庆主轴 反观民进党的陈时中 没有任何相关活动 他的行程安排规划 当然他的团队可能比较清楚 陈时中选择在脸书 以台北更好台湾共好为题 提出首都市长必须勇于表态 传递台北人愿为民主尽力的讯息 共激扰台像恶霸在家门口恫吓 若有人不谴责 让人非以所思 都打嘴炮 讲这什么规划 我们每天要吃饭 共军扰台是台北市长责任吗 是小文总统的责任啊 共军扰台都没有能力保护台 把他打下来啊 台北市长柯文哲炮口对准陈时中 也不忘拉台自家人黄珊珊 两人一起出席 台北市府前身旗 有国旗的来宾请勾举 国旗会晤 跟着大家挥舞国旗 黄珊珊站在市府官员后排 虽然跟柯文哲没有肩并肩 距离隔得远远的 但黄珊珊一到再成交点 却也强调不是用参选人身份 黄珊珊不怕被说又踩行政中立红线 当时新北市长侯友宜没去国民党 留在新北升旗再去晋总成立开箱 双十这一天参选人各自发挥 找到自己的国庆舞台 TVBS新闻做不懂 跟旁边一直摇耳朵 副总统赖清德与前副总统陈建仁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但镜头往旁边一转 你没看错 这不是定格 昔日好muchy的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却是冷冰冰 安静到仿佛都能听到 蚊子飞过去的声音 但三个小时前的柯文哲 很期待坐在宋楚瑜身旁 柯文哲还出现招牌抓头 不难看出场面有多尴尬 好不容易跟宋楚瑜搭上话 也是短短几秒就据点 尴尬的还有这一幕 吴敦毅进场看到自家人 联盟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打招呼 但不知道是在回复什么重要讯息 朱立伦的视线都停留在手机上 吴敦毅拼命在他面前挥手 这才让他回过神来赶紧打招呼 拿手机叫礼宾人员帮忙拍照 国安局长陈明通参加国庆典礼好兴奋 要求跟数位部长唐凤合照 之于前走马英九一屁股坐下后 马上检视今年的国庆礼包 就像评分员来考核这样的动作 要选2024的柯市长也在做 只是对于国庆主事局 只有中文出现中华民国 英文称台湾National Day 蓝白正在同一阵线 并且推动台湾国庆日 中华民国不见了 不论是宪法或法律 都认为两岸是两个地区 而不是两个国家 国庆日是团结全国的日子 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和谐 我个人是不希望说 国庆日变成是一个争端的起点 就会一选前的国庆 再也表态清楚立场 事件的互动更备受关注 TVBN新闻综合报告 去了高雄市政府一早八点多 在市府广场举办国庆升旗典礼 不少市民人手一支国旗前往参加 还有小朋友带着自己自制的国旗来参与 显得十分开心 市长陈其迈也在八点十分抵达 手持国旗来参与 但他致辞时多次强调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都是台湾人 我们都是高雄人 我们以台湾为龙 以高雄为龙 据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参选人柯智恩 一早六点多是抵达左营区的 果冒社区篮球场 参与社区举办的升旗典礼 他再次呼应前总统马英九的说法 强调是中华民国国庆日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把中华民国的国庆 变成像是台湾国庆或中华民国台湾 那对我们的认知来说的话 10月10号就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一直在强调 在宪法没有改变 在这个时况没有改变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称他为中华民国的国庆 这就是蓝绿市长选将 各自参与国庆升旗典礼的一个情况 主播 国庆双十大会的现场 稍早我们也讲到 前总统马英九 以及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都已经到了10点的大会现场 不过稍早在8点钟的时候 他们国民党中央自己也有举行升旗典礼 自然国民党这次要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也出席了 我们连线记者李洁 111年国庆日 我们来到现场是国民党的党中央 而就在稍早早上8点的时候 你来这边来举行升旗典礼 而既然来的这都蓝营大咖 包括了主席朱立伦 还有前总统马英九 以及前市长郎斌 也包括现任要参选的这个蒋万安 那我们可以知道呢 稍早的这个朱立伦 就针对这次宣传的相面 是没有实现中华民国 他就认为说 是不要这样子 就默默的把中华民国给消失 让我们今天要稍早访问 捍卫中华民国 是不但是国民党的立场 应该是全体台湾人 全体国人 大家共同的立场 今天中华民国存在 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存在 捍卫中华民国 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民进党不要每一天想要 让中华民国隐形化 甚至想要消灭中华民国 朱立伦就表示说 这次呢 这几年当中 民进党执政 包括我们的疫情 都还在一个 比较高峰的阶段 大家还是非常的不安的 而稍早呢 秦桑龙马英九 他也特别提到 我们的中华民国 就不能这样子被消失 中华民国还是非常重要 同时又他们也会 继续的来维护 这个区域和平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状况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今天早上 虽然是有一点点 阴影语语 但是很多民众呢 还不到八点 就在这边排队了 而现场呢 这个民党他们也发放了 这个小物就是这个金句的 这个扑克牌 让大家可以带回去 那么今天呢 可以看到蓝音大咖 都来到了现场 要祝中华民国 生日快乐 主播